从去年来的这个木炭厂到现在应该又一年 最近好多朋友问我有没有木炭 今天过来看一看 顺便了解一下今年的行情 现在已经到它这个炭厂这里了 这地下好脏 我穿了个小白鞋过来 碎木头烧的 这太碎了 不合适 要看看有没有大一点 木炭是存了不少的 但是好多是碎炭 这是刚刚装包的 都是这样 碎的碎的木炭比较多 现在是开竹马力烧 比去年来的时候多 这个的话应该就是这样的 它这个炭厂的话都是用这种碎木头 你看像这个垒起来 垒起来到时候盖上灰 应该是就这样烧的 所以说碎的比较多 然后像这一种的话应该是哪里 家具厂搞出来的 这这一块一块 大木头 这个烧出来的话应该就会大一点 到这里了 规模还是很大的 去年全部存在这边 今年这边都是空的 看看这里 都是这一种烫 这个质量应该不算好 太碎了 这些是小袋小袋的 皮股活着 过来转一圈 看了一下 这里面 这里面有一些枕木头的 它这里的话 规模还是挺大的 但是它的这个烫好像是 达不到大家的标准 都是用这些废料 废木板什么烧的 就烧出来的烫是比较碎的 现在灌到这里面 这里面的话应该就是用这些大木头烧的 它这些木头 全部搞出来的话就是烧炭用的 到他们这个烫腰边去瞅瞅 这个就是这样 堆着一个土包 一个土包从下面烧 这个是炭已经烧完掏出来的 这个已经是封死的 就是这样 整个炭厂已经灌一圈了 之前问过这个阿姨 她像这么大规模的炭厂 她说有两三家 不止这个一个地方 现在的话要找她问一问 看看炭量大不大 看看今年是什么行情 关注不明录 下期再见